Hello Murid Murid Selamat datanggur 学到 那现在呢 已经靠近考试的季节了 那我们现在开始做准备啦 那今天这个影片呢 会跟大家分享 语法 Dada Baza的题目 那我们一起来做复习吧 我们一起来看第十一题 什么 Murid Mendanga什么东西 Yang Dibari kan Ole Jegu Cifon Oh 这个Cifon在给同学们什么 然后同学们在听什么呢 诶 你注意哦 我的问题是听什么 如果什么的话 它是object来的 它是名词 所以大家看啊 诶 又是一样的东西 大家看这ABCD 它的共同点是Ara 是不是 找到哈 Ara 所以Ara的意思是什么 Ara两个意思 第一个是指示 第二个是方向 OK 所以在这边 D Arakan 你看D就是 被 Ara的意思是方向 被方向 其实是 被指示 OK啊 写下来 被指示 Arahan 大家注意吗 后面有an就是东西 就是指示的东西 什么是指示的东西 就是你讲出来的这个指示啦 所以Arahan 的意思是指示 好 接着 干 OK 干是怎么用呢 干是 叫人 做 某一样东西 或者是 自己 做 某一样东西 OK 怎么样讲呢 例如 Saya Arakan 就是我已经叫人家做什么东西了 OK 好 这样子啊 给大家多一个例子 Bwang 大家都应该懂吧 Bwang OK Bwang的意思是丢 是不是 Bwangkan 就是我叫人家丢掉 或者是 Saya Bwangkan 就是我自己去丢掉 所以是做 叫人家做 或者是自己做 OK 我们回来 这个an啊 可能大家还有一点 Blur 是什么东西 好 给大家例子啊 刚才我讲 Bwangkan的例子 就很熟了 现在我们来看 an的例子啊 什么是Makan Makan是吃 是不是 后面 我们加多一个an Makanan 就是吃的东西 什么是吃的东西 食物 再来多一个啊 大家很熟的 真的很熟的 Tulis Tulis是写 你写出来的作品 你写出来的那个字 Tulisan OK 再来啊 也是很熟的啊 Lukis Lukis是画 你画出来的画作 是什么 那个东西是什么 Lukisan 还有Aja Aja是你拼音 A-A B-A-B-A C-A-C-A OK Aja 你念出来的那个字 A-A-N OK啊 知道了 所以 A-N 是你念出来作品的字 如果想要知道 更多我们在 尹波汉的课 一起在上 OK 好 所以这一题 M-A-R-A-G-A-N M-A-N 就是动词 M-A-R-A-G-A-N 的意思就是 在给指示的动作 在给指示的过程 好 关键字就是 M-A-N 听什么呢 对 听 指示 M-A-N A-R-A-N M-A-R-A-N M-A-R-A-N